这几年智商有一个遗憾 全世界除了台湾以外 我帮不上忙 其他国家都在请我帮忙 我比较遗憾的是 我在说什么 全世界的人都在听 像台湾政府 全世界除了台湾跟德国以外 核电都已经当作绿电了 联合国通过了 欧盟也通过了核电等于绿电 核电便宜 稳定 碳足机非常低 我在跟各位讲 到了2050年 欧盟的标准 全世界的核电是10.5% 就是说这没可能不用 民进党政府也不晓得 一些安装行为 2025年要把核电厂全部关掉 我们现在核电厂 核电现在8% 你认为说 春剩下两年 我们有可能 拿出另外8%的绿电 去把核电取代掉 那是十堆没可能 也做不到 然后另外就是说 绿电 它所谓的绿电 风电 风电在夏天 它的发电的效能 只有10% 10% 10%而已 我们缺电是夏天 它发电是冬天 我们现在能种粮食的地方 全部都拿去种电 对 白日头露山就没电 以后太阳下山没电 然后我可以几乎很负责任 跟各位报告 不用再五年 台湾人就要开始谈 我们要吃什么 我们的粮食自举力只有三成 请问老师 我们这是不是国土危机 那个是国安危机 是 就是说 它已经把 我也不懂 何能 你就把它全部去掉 就是为了掩护绿电 是 那结果 事实上我们的绿电 等风电开始运转的时候 一栋电七块贵 我们一年要给欧洲人一千亿 我们跟人家签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你要让人家钱 一栋七块贵 台湾人一栋五块贵 然后政府又不敢涨电价 说台电买两块贵 其他的差价全部台电吸收 不是台电吸收 是我们纳税义一无人吸收 台电的这个差额 都让他们那些人瘫掉 就是说 他用了一个完全不合理的 能源政策 弄了半天就是为了贪污 是 好 好 那你核电就没有了 民进党的能源政策 你知道我们的天然气 仰赖度多少 50% 天然气在燃烧的时候 碳足基不高 但是从开采到运送过程碳足基很高 天然气是一个不稳定气体 它在运输储存过程基本上不安全 然后我问大家 你不要把核电厂设在你附近 你要把除气槽放在你 你们家旁边吗 也是啦 它感觉好像更危险一点 你要放到 它更危险 你要放到 第一 第二 天然气50% 意思是说 中东只要有一个风吹草动 我们就会断气 天然气的价格是 随着国际价格在涨的 1970年代石油危机 就是油价突然涨起来 台湾去哪一片 我们今天说你天然气的仰来度50% 第一个 只要中东一个风吹草动 我们天然气一涨 我们电就要跟着涨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船队 运天然气的船队 只要谁让我们在海上 多耽搁一个礼拜 我们断气 因为我们 我们除气的量 只有7天 这样如果两岸发生了什么 冰凶战危 那很快台湾都没电 没电 才一个礼拜而已 一个礼拜就 这又是一个国安危机 国安危机 我觉得我们台湾能源 也不用太厉害了 乎日本就好了 日本天然气20% 因为觉得他不可能 把喉咙全部都捏在人家的 20% 日本的核电20% 人家是东电 他是受害国 他到了买来说没法 核电一定20% 为什么 日本的311以后 他们就真的把核电关了 好像整个两天 他们都捉不掉 他每年就是几千亿的 负债 经济损失 跟买来日本说 不可能 另外我也跟大家报告 不要把核电污名化 第四代的核电 跟什么车怒比 三一岛已经不是一个干点 那都多少年之前了 这没错 我就举个例子 美国的核子潜艇 潜下去 一年 上来 不会上来 这几百个官兵 是抱着反应炉在睡觉的 他有聚焦吗 是啊 美国的航空母舰 一下去三五千个官兵 每天在海上 都跟他们在一起 都跟核子反应炉在一起 他有聚焦吗 是啊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应该是很专业的 来看核电问题 因为你没有核电 其实这个在世界上 是行不通的 现在我们在撒电动车 我们以前有一个电 叫做抽续发电 就是晚上的电 比较小的 没人在用 所以我就用 晚上的便宜的电 把这个水库 下游的水抽上去 放在水库里面 白天把它放下来 这个叫做抽续发电 下来 我现在开始了 晚上电动车都在充电 所以台湾的电 变成双风 对 以前单风 现在双风 白天晚上都要电 都要电 所以现在连 抽续发电的 这个百分比也没有了 所以我是觉得 我也一直知道 我已经说 过来 我一直拜托民进党 你是哪个专家 跟你说 2025 这个手机是怎么来的 你也拜托 跟你跟我说 他要跟你讲个道理 跟你 你跟他要个说法 说法 他都没说 所以我最后 我自己的猜想 脱绷 一定是谁托梦 不然这2025 这个数字是完全不理性 而且 而且没有科学根据 完全没有科学 而且俄乌战争 打起来一样 我跟你说 德国说我的核电厂 炎异 比利时说我的核电厂 炎异 我没可能 我没缺 我是觉得我们今天 我也不理解 而且德国 德国说 他到核电厂要滚掉 别忘了德发边界 十几个核电厂 德国如果没电 法国可以带给他 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是一个岛 独立的 你没有电就没有电 谁能卖给你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政府已经把能源 操作成国安问题 已经是个国安危机了 我们的电 而且大家只看到电的 第一个电会开始不稳定 第一 我们的台中火力发电厂 是全世界碳足迹 最高的火力发电厂 我们台中火力发电厂 近一 一年的排碳量 就是一个台中火力发电厂 等于纽西兰一国 这个授机是 27全世界公布的 就是说 你们台中火力发电厂 你近一年的排碳量 等于人家纽西兰一国 这个结果是什么 这个结果就是说 因为你碳足迹太高了 所以我们到2030年 我们会被克8000亿的碳税 就是说 要来台湾 你如果要出口 先加税 我在那边先提醒大家 8000亿的碳税 不是说 跟我们国家磕税 是跟我们各个企业 企业就是你们 对啊 企业就是你们 你的问题 买不去其他国家 先加碳税 不然不买 不能买 你就没有竞争力了 我请问你红海毛利多少 就那么几块钱 是啊 你现在还给你加碳税 加下去你就拿去 我买你又了解 了解 现在 你觉得 这些大老板没看懂吗 所以其实大家都没有注意 台湾的这些大的企业 中小企业 已经慢慢的往其他国家移 为什么 我今天我自己的工厂做得很好 没效 你只要用了台电的一度电 它的碳足迹就会涨 就会转嫁到你的产品里面去 所以这个是 事实上小老百姓是很无助的 就是说我要当模范生 我的钢筹 我的碳足迹都要非常的低 结果 我只要用了台电的一度电 我的碳足迹就一下高起来了 所以Made in Taiwan 等于加税 所以电跟碳一定要合在一起碳 你不能分开来碳 欧盟今年开始四算边境碳税 欧盟2026年开始克碳税 人家时间点都已经定下去了 2026年 2023年四算边境碳税 现在大家没募修了 是谁会被克到 第一个 产业认证是谁 产业扶植 政府要说没关系 不是说是你们 现在政府要拿出一套方法去扶植他们 是 他肯定会这样做 不可能 都不会有 然后第三个 融资 要救钱给他们 我请问你 大企业 大企业不用担心 他们早就已经在做了 因为他不做 在纳斯达克也不能上市 苹果也不会买你的东西 所以大企业都已经在做了 现在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占台湾70% 是啊 问题是中小企业 我两个月前在台中 碰到一个 2000家的中小企业的一个组织 他们的理事长来找我 在台中市政府 他说 保重 要怎样 我很想写 这个SEG报告 我很想写 SEG报告是 就是跟碳相关的 永续相关的 就是要写给人家看 代表说我们是干净的 是 你如果没输 那就等于没做 你如果没输 上市公司 不可能跟你做生理 因为我买你的东西 你的数字就要 就要在我的报告里面呈现 结果你没输 我不会跟你做生理 政府你不协助他 结果 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中小企业会 被陆续的弃丹 就是说我们 我不敢买你的东西 我不敢跟你买 因为这是世界游戏规则 所以这一件事情 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会让我们的经济彻底垮掉 这就是这净两年 我想台湾的问题 真的非常严重 不是我在委员送听 我们前面有六座冰山 我们这艘铁塔泥 看起来是一定要撞上去了 事实上是全民的问题 那好多年来 在很多楼 只要是外国记者 在台湾来采访 气候变迁 过去的新闻局 一定把他带到我办公室 我就把这些专业的都讲完了 大家都很忧心 都很忧心 我们的国家 被我们的民主制度给绑架了 你们就好好想这句话 我们是个民主国家吗 民主国家有像我们这么干的吗 民主国家是什么 民主国家是法制 法律面前所有人平得 法律不硕即往 那我们每次都觉得说 为什么算起来都这个人 事实上选出来的人 就是选民程度的一个reflection 什么看的人 就会算出什么看的总统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 你们要投谁都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一定要去投票 要投票以前 这个听其言观其行 看他们有没有把台湾的问题看清楚 有没有办法提出方案 然后我们再决定选给他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 所以一定要去投票 投完以后就不要抱怨 因为都是我们投出来的 但是我只有提醒大家 2020年这个选举 关系着台湾的命脉 真的是命脉 我刚刚讲 以前 大家觉得说 政府很烂 慢慢也是这样 我今天跟你说 今天政府很烂 不照有台国际的游戏规则 你就是过不了 因为今天的世界 已经不是昨天的世界了 所以我们要有智慧 在几个大国之间找到我们的平衡 我们需要这样的智慧 所以很高兴今天 在这地方跟大家聊了那么久 我们也总是希望说 今天你们听到的东西 当然听到的人也还是 虽然很多了 但是很有限 要把这声音传递出去 要让更多的人 了解到我们台湾今天的困境 真的是困境 今天的台湾叫做生存管理 我们是在生存管理 已经是生存的问题了 真的 根本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提到说 把你打开 我觉得那件事情 我们光内政就过不了了 那个还在后面 我们是光内政就都已经过不了了 所以回去好好想一想 希望不要大家今天晚上睡不着 大家看清楚问题 认清楚问题 然后给我们的民意代表压力 给2024要选总统的那一些人 给他们压力 告诉他们说 你假如没有看得懂问题 我们绝对不会支持你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正常的选民 应该要有的民主素质 我们也期待 要选大卫的那几位大哥 也要有这样的素质 带领我们台湾 走出这个困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